小湛 小湛 你们偶像巨星还吃东西吗 好客气 还握一下裤腿 把鞋脱了 可以 那你从出道然后到做一个男团 然后到陈情令爆红之后 你是什么时候 你觉得这不算爆红吗 我很怕 我很怕这个词就是爆红 这个词我觉得我很害怕 怕什么 怕的是虚的 我是从一个低谷上 低谷往上在走 对 我很明白那种在低谷的感觉 我怕的并不是说再次跌入低谷 因为我从低谷来我根本不怕 我怕的是这种 红也好爆红也好的这种东西 把大家的眼睛给遮住了 这是我害怕的点 其实我觉得我还挺清醒的 我有时候会跟周围工作人员说说 清醒一点 不要过海 清醒一点 以前我第一次采访你的时候 是在17年 那个时候你还在男团里 然后当时你来跟我打个招呼 你记不记得 你来我化妆间跟我打个招呼 然后我就跟你说嗨 当时我就 这小孩好好看 就过去了 然后过了一阵子 过了几年 你也是很有礼貌 过来跟我打招呼 但有没有人会因为你事业有起色之后 可以回避你呢 有 也有吧 也有吧 其实我不太能 也不说 我不太能 也不说不太能懂 其实我能 得到这种点 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怕 打扰别人的人 就是 我是一个很能想多的人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说我现在的朋友就是还不错 那我如果跟他说话 他会不会觉得说我对他有企图 或者对他有所求 然后你会觉得身边很多朋友 有的时候会刻意地疏远你了 其实是因为他们觉得不想占你便宜 其实我还挺难受的 聊到这个话题就是 很想像全世界身边说过 其实我没有 还是以前那个小展 还是以前那个样子 但是 解释不清楚 解释不清楚 人心这种东西一旦认定了 就很难改变了 你觉得会是因为嫉妒吗 不是 我不觉得是嫉妒 就是 他们可能真的觉得是感觉变了 这种东西其实很微妙 我觉得情感其实是最微妙的 你说不上来 它是1234567哪哪哪一条变了 但可能就是一个 一个笔画的走向 往上往下横 细微的变化 它就会变了 有时候现实其实有时候很残酷 很残酷 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但是就是感觉有时候人在 被迫的找到 很想像全世界身边说 我还是以前那个小展 还是以前那个样子 好 我不愿意